好的,我们减针的方法呢,实际上是会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进行的啊 最左侧的这一部分的四针呢,我们要给它减去一针 当然啦,这边为了对称也是减去一针 其他的所有位置啊,每个八针一组的 我们都会是减两针,减两针,减两针 明白了吗?啊,减针的方法呢,是这样来完成的啊 咱们留意一下 前面的四针啊,我们实际上完成的第一针织,第二针,第三针一起织,第四针单独织 这样,第一组的四针就变成了三针啊 然后下一组的这个八针是怎样完成的呢? 我们是第一针,从这针位置开始啊 第一针织,第二针织,第三第四一起织 然后剩下这四针也是第一针织,第二针织,第三第四一起织啊 下一组八针呢,也是按照这个规律来 第一针织,第二针织,第三第四一起织 然后呢,第一针织,第二针织,第三第四一起织等等 按照这个来 这组八针和刚刚是一样的 最后剩下这四针呢,跟最初的四针一样的 第一针织,第二第三一起织,最后一针单独织 明白了吗?啊,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 来把帽顶的第一行来完成的啊 现在我就和大家一起,我们来把这一部分完成好 看 第一针啊,我们四针这一组,第一针织 第二第三一起织,从这个角度进来 然后两针,两针进在一起了啊 然后绕线,拨出来给它织成一针啊 然后把这两针同时退下 然后这一针原样织就好了 那么你看,这一份原来是四针,现在变成了one,two,three,三针了 对吧?原来它是四,现在变成三 实现了这一小份减去了一针的这样之前设想的这个目标啊 然后剩下的这八针呢,和之前一样的啊 也是给它减去两针啊 第一针织,第二针织,第三,第四,一起织 好了,剩下这四针也是 第一针织,第二针织,第三,第四,一起织 好了,剩下啊,我们现在可以数一下啊 看到两个别口之间是不是我们要求的六针啊 one,two,three,four,five,six 好,刚刚啊,八针现在变成六针了 我们实现了减去两针的这个设想了啊 然后剩下的这一组八针呢,依然是和刚刚一样的啊 第一针织,第二针织,第三,第四,一起织 哎,没织好,重新再来啊 好,剩下这四针呢,依然是啊 第一针织,第二针织,第三,第四,一起织 明白了吧? 数一下,啊,数一下,依然是啊 one,哎呀,数一下是不是六针呢 啊,one,two,three,four,five,six 好,原来的八针的部分呢,也变成了六针了,对不对 下面一组啊,依然是这样的啊 第一针织,第二针织,第三,第四,一起织 好,下面也是,第一针织,第二针织,第三,第四,一起织 好了,数一下,是不是我们要求的六针啊 从别扣的两侧数啊 别扣中间数,one,two,three,four,five,six 好了,最后的四针啊,按照旁边那个四针的减针方法 第一针织,第二,第三,一起织 最后一针啊,单独织,好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次的减针,我们只在正面减针 反面暂时不减啊,反面翻过来 按照原样来编织就可以了啊 现在你可以数一下啊,你的所有针数 现在应该是24针 大家去数一下,一定是这样的啊 因为我们刚刚按照这个规律来减完针 它一定是和我们要求的是一样的,明白了吗 好,现在这24针啊,再反面 不动它啊,保持原有针数 再反面给它织完就可以了 不做增减 不做增减 好了,完成了之后再次来到正面之后 我们就迎来了第二次减针啊 你看多数情况下呢,我们只在正面减针 反面是不减的啊 但是除非我特意讲 好,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针数呢 就暂时啊,不按照之前每一份数这样减针了 实际上,减去的针数它依然是按照每一份啊 做出的减少 最旁边呢,各减了一针 中间呢,也是减两针,减两针,减两针 但规律变得非常非常的有据可学 不能用成语啊,我应该说是 它按照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的这个 每三针一组的规律啊,来减针的 怎样减呢? 第一针支,第二第三一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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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吗?也就是我们将所有的针数啊 均分为每三针一组啊 每一组按照我刚刚的说法 来教大家 然后大家按照这个来解啊 第一针支 看,第二第三一起支 第一针支 第二第三一起支 第一针支 第二第三一起支 第一针 好了 刚刚的减针啊 你数一下 它一定是减去了八针 看 减去了八针啊 现在你还剩下了十六针了 你数一下它一定是十六针啊 我们现在翻过来 再反面 将这十六针 依然是原样之好 不做增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了,再次翻过来之后 来到了正面 叶按照我们刚刚教给大家这个剪针的手法 叶是每三针一组这样的剪 第一针织,第二第三一起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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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等等 都是跟刚才一样的剪针手法 每到正面我们都要规律的剪针 好了,继续 第一针织,第二第三一起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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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针支 第二第三 一起支 最后一针啊 单独支 发现了吗 它还是按照这个规律减的 但是这次可减的不是八针 为什么呢 因为总共才16针嘛 对不对 所以按照每三针一组这样来减的针 所以你的总针数根本就达不到八组 所以指定减不了八针 也就是刚刚呢 我们一共是分了五组 刚刚你只减去了五针 明白了吧 所以你现在的总针数啊 应该是11针 看到了吗 大家去数一下啊 你的所有的针数一定是11针这样的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要在反面有非常大的变化 我经常会给大家说啊 正面之正针反面之反针 反面没变化 只在正面减针 经常要这样说 但是我每次还要后面加一句就是 除非我特意讲 所以现在的这11针就来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 啊 我要特意的给大家讲 反面的减针了 也都可以怎么做第二针 И我觉得我可以做第二针